有一个竹子学校 我特别推荐你这个学校 是一种新的教育理念 就是学生面试老师 然后他们不用学费 但你必须义务工作400个小时 义务劳动来赚钱 来贴补你的学费 然后他们自己种植蔬菜 然后去卖 来赚取学校的运营的费用 然后他们自己可以提出项目 比如说他们要做一个环保纸项目 你可以自己去立案 自己去设置所有的 当中的所有的流程 你要自己去做一个阐述 然后最后让它成立 特别棒 就我第一次面试 你要上来第一个问题 因为我去面试他们一天的中文老师 上来第一个问题说 你认为老师的灵魂是什么 我突然去了 灵魂 你这么高深啊 然后问你说 白的和黑的 你让他们怎么融合 你怎么看待抑郁症患者 你怎么帮助他们 你在爱情里受过伤吗 你现在结婚了吗 为什么你受过伤 还愿意再进入婚姻 就是学生问老师 对对对对 我所有的一切在那儿 我一直在冒汗 就是我没有想过 我需要面临这样的一个灵魂考问 我们就把刚才那几个问题 都会问一下猪丹吧 你认为黑恒白怎么融合 再请看节目 我特别想在中国 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就是把我放到一堆中学生面前 我想让他们随意提问我 我想让大家在想 这是个超好玩的节目 特别真的 就这些孩子很可爱 竹子这个特别好 还有什么 大象对 大象 你看到的都是一些被截肢的大象 因为他们在踩地雷的时候 就被大地雷给炸的那些 你哭不 我在救助海龟的时候会哭 救助海龟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一只只受伤的乌龟 你会特别心疼 因为它对你的冲击特别大 我们从小被说 乌龟壳是非常坚硬的 但是其实